九公主和吉峰也围坐了过来 和大家坐在一席吃水果 她忽然道 蓝旺鸡 你们蓝家听说特别多俊美仙君 还大多数没有道理 吉峰一听 不知怎的脸有点发烫 等着公子回应 这是何意 蓝旺鸡道 你自己婚配了 你还有没有兄长之类的 九公主明知故问道 一听兄长 吉峰大落下头 也是 她可是公主 没有 蓝旺鸡毫不犹豫地回答 啥 魏无信和九公主都愣了 蓝旺鸡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萧雄在一旁憋着笑 魏无信知道 他肯定知道原因 传言弱耳道 萧雄 蓝旺干嘛说他没兄长啊 二公子从来不给宗主介绍对象的 所以为何 魏公子 你自己品吧 我只能告诉你 二公子并没有多希望宗主婚配 公主 我有个弟弟 出生名门 也是吉峻桥的先门名士 你若有兴趣 哪天我给你引荐下 魏无信可受不了这种尴尬气氛 打起了圆场 你的弟弟 鬼儿你是说 你有个弟弟 舅公主眼睛都亮了 一下子就把泽物君 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 我有个弟弟 出身尊贵 武艺高强 长得还十分俊巧 在世家公子排行榜里名列前茅 魏无信说的舌头都要打结了 他发现 自己是生平第一次夸江城 明明说的句句属实 可怎么感觉说出来的不是臭江城呢 啪 疾风一手苹果汁 这的苹果怎么轻轻一碰就碎了 我去洗手 糟糕 又让疾风生气了 魏无信发现 自己一心解围 似乎没照顾疾风的心情 可 疾风和九公主是朋友吧 他这是闹哪样 你继续说说 鬼儿 你的剑法特别出众 你弟弟也有这样的剑法吗 嗯 他啊 跟着苗红 剑法和我同出一脉 自然是十分精进 不止剑法厉害 他还善用软鞭 估计瑜伽都无人难及 这么厉害 瑜伽可是最善软鞭的 不过听说紫蜘蛛此事后 瑜伽实力大减了 九公主说到了魏无信的痛楚 他一时语色 你弟弟那么优秀 如今还未婚配 九公主道 他忙着治理家族 估计没那份心吧 说起江城 魏无信有点想他了 曾经也是形影不离的兄弟 这次一分开 快一年多了 魏无信想回江家 一年回去一两季 为江城处理事务 去殉导弟子 去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 让自己心安理得 问心无愧 当然 他不会和蓝战分开片刻 他会带蓝战一起回去 一边做事 一边带蓝战游云梦 走他儿时的路 带蓝战去拆脸盆 偷枣子 这些事 他最近经常在想 特别是和蓝战的关系 已经半公开 那些远去的故人 过去的世界 似乎和他又重新联系了起来 而且 师姐成婚多时 他的侄儿随时降生 魏无信只要想到这个孩子 就爱得不行 他真的希望 自己有个好的身份 能和侄儿好好相处 能成为侄儿的好舅舅 而不是一个禁忌的身份 以令老祖 想回家的男人陷入沉思 一时晃了神 曾经日复一日的一切 如今却是如此奢侈 物是人非 魏英 魏英 九公主见他一脸失落 也不知为何 给蓝王姬使了个眼色 蓝王姬也在看魏无限 并没有注意到九公主的眼色 他知道魏无限的心思 事实上 他也需要魏无限恢复身份 两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回云生不知处后 要马上去处理这些事 一阵苍老的咳嗽传来 蓝王姬马上起身行去 蓝起人醒了 蓝起人沉睡数月 一时间恍恍惚惚 不知身在何处 一眼看到了蓝王姬 这个自然 他既然被救了 能做到的人不是蓝王姬 就是蓝西沉 蓝王姬关切地坐在他旁边 将他扶起 拉起他的手 为他输一点灵力 他有些虚弱 但一脸满意地 看着一丝不苟 俊极雅极的蓝王姬 既骄傲又欣慰 虽然不希望两位侄子犯险 但当他使出秘书之时 说他一点期盼都没有 那不可能 若有人能在龙潭虎穴中救出他 天下恐怕只有他的两个孩子 能做到 蓝奇人对蓝王姬的深爱 无法用言语表达 而他也不会表达 一句谢谢都说不出 见蓝王姬闭目给自己书灵力 蓝奇人低声道 蓝奇 如今何时 这是何地 梅在云深不知处醒来 他有些意外 这里显然是个奇怪的花园 一个有他的花园 也不知道现在是危难之中 还是风波已过 蓝王姬平静地 给他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 用此简单 却没有遗漏 从蓝奇人失联 一直到他们如何在 四妖塔下救出蓝奇人 为何躲在这里 这故事当中 蓝王姬平静地提到魏无限 魏英来云深不知处寻我 突遇蓝家变故 魏英助兄长御敌 并携六户尾来营救 就职而于鬼眼之渊 一路并肩作战 没有魏英 母无法从四妖塔中将舒服救出 蓝王姬说的平静 蓝奇人却做到波澜不惊 他用吸力的眼神看着不远处 坐立不安 不敢走开 又不敢过来的魏无限 脸上一阵青一阵红 虽然贤门百家中许多人觉得魏无限是魔头 但在蓝奇人心目中 他一直只是个顽劣的孩子 就温家姐弟一事 西城和旺姬多次旁敲侧击 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是相信魏无限的 不仅是因为相信他 也相信故人的眼光 蜂眠 长泽 藏色 蓝王姬这几年总是找借口溜出去 去哪里 他不会不知 虽没有明着阻拦 但却给蓝王姬拍了许多事物 让他分身乏力 拖一时 试一时 虽然他知道魏无限是因为手持鹰虎符 实力太强 被百家孤立 但为了蓝家能明哲保身 他也无力去帮他 而且 蓝王姬和他在一起 只会导致身败名裂 于心何人 更何况蓝王姬看他的眼神 一点都不思看待朋友 怎么看都是 这傻侄儿 一辈子如此优秀 为何就在这里呢 魏英 你过来 哦哦 马上来 蓝老先生 魏无限一路小跑 战战兢兢地站在他前 似乎每次被蓝起人叫名字 都是点名批评 蓝起人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次 一身黑漆漆的衣服 穿得也不太整齐 头发胡乱绑起来 一点都不哑正 眼神还是像以前那么顽劣 但似乎多了一点敬畏之情 也是 他这些年太苦了 你与蓝家有恩 日后我会为你美言几句 习托你莫须有的罪名 为你平渊昭雪 蓝起人道 谢蓝老先生 魏无限公敬党 叔父 魏英如今是我的 旺姬 此地不宜久留 孔家一定在外面疯狂找寻破门之法 我如今只有五成公里 外面兴许是天罗地网 我需闭关半日 恢复公里 你们先行护法 蓝起人此刻不愿意来旺姬探讨关于魏英的事 蓝起人的反应已经是忘先预料到的最好反应了 由于魏英有功 他起码是客气的 而不是当左邪魔外道 格杀勿论 蓝起人闭关修行 而如他所料 孔家已经在外面盘旋了数日 想尽办法破门而入 如何 冷视野与黑影站在门对面的高楼上 无法 试过了各种阵法 都无法破门 他们既然是选择躲在这里 相信不是普通的阵法 黑影道 绊腰国里居然藏了个这样的门 真是无法想象 那么鬼眼之渊呢 他们可有路过 也没有 那是必经之路 他们应该还在这里 没有出来 鬼眼之渊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找法师去除了所有的怨气 并布下法证 只要他们路过 无论是用灵力 怨气 都会被封住 黑影道 最起码可以留下公主 我相信他们会出来的 冷视野目光如炬地盯着那道门 半日后 蓝启仁的功力已经基本恢复 一行人整装待发 准备出门 蓝湛 你要怎么叫你叔父去开门 总不能告诉他吧 魏无羡十分好奇 蓝旺鸡要如何使唤自己叔父呢 总不能说 叔父 只有你是童子 你来开吧 那蓝湛是会编个故事 骗他吗 他热闹不嫌事大 魏无羡等着看蓝湛怎么做 各位准备好 我们出去 蓝旺鸡道 近来时是萧兄抓着九公主 而准备出去时 九公主却在吉封手里了 吉封小心地用刀背 抵着公子脖颈离得远远的 蓝旺鸡如方才一般走在最前面 魏无羡感到不解 蓝湛明明是打不开啊 难道又要试试 萧兄跟在最后 看着二公子的行为暗自发笑 正在蓝旺鸡准备推门之际 蓝企人忽然道 慢着 旺鸡 站我后面 我来开门 说完他走到了队伍最前面 蓝旺鸡毕恭毕敬地跟在他之后 却惊到了魏无羡 蓝湛 蓝湛是在 套路自己叔父吗 蓝企人为一用力 大门缓缓敞开